茶余放后干点啥,一带瓜子一杯茶,大家好,这里是柯瓜子,看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女孩求闺蜜杀死自己的故事 话说在日本有一个传说叫二重幻影 顾名思义就是如果自己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那自己就一定会死 而另外一个自己将会取代自己,继续活下去 这天小湘告诉闺蜜朱里说自己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 朱里不以为然认为是她眼花看错了 但小湘却非常坚定地表示自己并没有看错 而是自己遇到了二重幻影,恳求她救救自己 但朱里认为二重幻影那是迷信,不可信 小湘觉得朱里不相信自己,就急哄哄地跑掉了 而朱里则是一路追赶,两人在奔跑的时候不小心摔倒在地 而这是一个大铁架子突然掉在两人面前 这下朱里梦圈了,她抬头的时候看见桥上居然还有一个小湘 这下她相信了小湘说的话 而小湘自那天之后就再没来过学校 这天朱里去小湘家找她,按完门链后半天没有人应答 在回去的路上她突然接到小湘的电话 电话中小湘告诉她自己找到了能不被杀死的方法 希望能和她见上一面 两人见面之后小湘告诉她方法就是 在自己没有被杀死之前先杀掉那个二重幻影 这样自己的二重幻影就会消失 但是不能自己动手杀死二重幻影 那样两人就会同归于尽 所以她想让朱里帮忙把二重幻影杀掉 但朱里认为那样属于杀人行为 不管小湘怎么求她,朱里都没有答应 最后小湘直接拿出刀子准备自杀 被道德绑架的朱里连忙制止 最后无奈答应了她的要求 小湘告诉她二重幻影只会在没人的地方显身 到时候会把她骗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然后就准备动手 但是二重幻影在查局到危险的时候 会谎称自己才是真的 到时候千万别上当 面无表情的朱里表示知道了 自己不会上当的 马上两个小湘在黑暗的天角相遇 左手边的小湘表示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说完就掏出了刀子 急棍下去 左手边的小湘成功领了和饭 不得不说 日本女孩动起手来真是狠啊 此时另一边的小湘则是微微一笑很深人 这下朱里梦圈了 剧本不是这样写的啊 怎么这个二重幻影还躺在这里 不是该领和饭走人了吗 另一个小湘告诉她笨蛋因为她才是真的 自己才是假的 原来白天拜托她杀死二重幻影的不是真的小湘 而真正的小湘因为一直害怕躲在屋子里 欲哭无泪的朱里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假小湘表示因为在那边的世界 她们根本不是朋友 那边的小湘是一个非常讨厌的女人 自己来这边就是复仇的 说完她抱了一下朱里 然后非常有态度的走掉了 只留下了一脸懵蔽的朱里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片是AKB恐怖夜中的一个小故事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了解一下 如果你的好朋友请你帮忙杀掉自己 你会答应她的要求吗 好了 我是柯娃子看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